全油管最快新闻 云南省政府最新决定任命李时松和刘勇为副省长 李时松是云南省委常委和省政府党组副书记 他曾任云南省工信听听军长和党组书记 以及区近市委书记以及区近市委书记 刘勇则曾任云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等职位 现任楚雄州委书记 与此同时刘勒和杨斌辞去了副省长职务 他们分别调任云南省委常委和省委组织部部长 以及区近市委书记林契委书记 此次任免是根据相关法规进行的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事